据报道 一人小S老公徐亚军与商人刘本迁 三年前一起拿出800多万 约人民币180万 投资唱片设计师 陈超文开设的知名餐厅CG堂 后来两人前往用餐 发现员工竟不时大老板招待不周 加上陈南门爱之提供财报 怀疑有鬼 一查发现股东身份竟 遭员工取代怒告陈南诈欺 陈南被依偽造文书罪被判刑十月 民事部分许留另一二人为此事曝光 导致名誉受损 各项陈南求偿100万 约人民币23万 台北地缘认定 许留名誉确实受损 判陈南需陪二人各15万 约人民币34万 仍可上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